前行政院长谢长廷受聘为宜兰人文基金会首席顾问 为协助非核家园大联盟推动非核目标 101年2月16日邀集杨光阿嬷同时也是基金会资议委员周美惠 以及大法官戴东雄实践大学餐饮管理系主任杨琼花 联媒前来宜兰人文基金会与董事长陈锡南 讨论核电衍生的核燃料棒问题 以及台湾接下来再生能源发展的趋势 我们要超越这种颜色跟党派 因为这个生命的问题生存的问题是最基本 我们一切的努力 一切的经济 社会 文化的发展 就是为了能够延续下去 那如果大家生命都没有 土地都不能利用 这个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没有意义 那第二个我是觉得 我们的人民有一点就 不会马上死 大家都也不会很紧张 都说不到防河心不死 没现实的 大家就说 不要紧张 人会挖 我们还会挖 所以要把这个观念一直传播 这个意识是要唤起的 意识要唤起 唤起这个意识的觉醒 就是我们基金会 跟大家要努力 第三个才是变成力量 这个意识有办法变成力量 变成力量 一种就是说我们用运动产生力量 一种就是说我们可以去游说 政党 或是说立法院国会 他们有卫能 他们国会议员可以立法 可以编议算 产生力量 有力量才能改变政策 改变这个现状 大家加油 谢谢 会中谢长廷也举例 在高雄运用太阳能 以及垃圾再生能源的经验 认为台湾已经有足够的能量 发展天然能源 另一方面谢长廷也表示 共商解决方案 提出周延的理由制止核电 将知识汇整让全民知道 唯有全民了解核电的可怕 才有办法凝结强大的能量 为此陈锡南特别去电 前核四安全监督委员会 委员林宗瑶 针对核一核二厂 在没有天灾的情况下 面临核燃烧棒过量的问题 以及预设核四辐射层 可能造成翡翠水库 水源污染问题提出讨论 一核桂楼 对高级核药 那边没有问题 做几节 与晖的资议委员 杨光阿嬷周美慧 则是带来了 德国能源发展的资讯 提供他山知识的借鉴 希望推动非核家园的同时 也能关注能源发展的方向 周美慧认为 在宜兰人文基金柜董事长 陈锡南的整合下 国内已经形成一股 能源知识的力量 期待这项资源能被充分运用 你们缺了太多的资讯 我一路从民国75年就在立法院 天天去拼 也都给他们了 我们就全部拿过来 而且原始的记录 给年轻人看 我们要知道历史 历史是我们走过的人 有责任把真相给大家 然后年轻人看了以后 不要再走错 这是最重要 所以我一直每次都搬过来 那知道我这里有 所以成立一个 因为现在我们真正有理念 在做的没有地方 而且没有那种凝聚力 所以太好了 因为正好董事长有这样的心 有这样的地方 又在宜兰 宜兰我们最喜欢 因为本身就 宜兰人就很在乎土地 有成定兰的这样的范例 所以这个就是 最后我们就要做有机农业 再加上太阳能锋利 这是绿色产业 那每一个人都有工作 周美惠并且带来了 为锋利发电的概念 与实物经验 除了他自己绿建筑住宅 已经运用这套结合太阳能 水利以及锋利 供应住家用电 谢长亭位在三星的农舍 也有意跟进设置 未来若是能大量推广 住宅使用天然能源发电 将有效降低仰赖台电 供电的需求 请不吝点赏台电